你的女儿陈春雪现在住在哪儿 一时模糊中 她在做最后的挣扎 巴嘎 张心乔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她知道唯有如此才能切断带给女儿的威胁 你先会儿 我来吧 志田队长 林沐大作又来了 现在正在提审张心乔 她太过分了 居然都不通知我 听说她带了一种先进的药 可以进行催眠审讯 张先生 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思考 但看起来你并不珍惜这个机会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要知道 让人开口有很多种方法 也许酷刑对你不适用 但我一贯非常相信技术的进步 有的方法 靠人的意志力是不能战胜的 我希望你喜欢我带来的礼物 开始吧 好 五分钟之后 药效就会发作 持续大约四分钟 然后我会继续给她注射 三针之后 她就会昏迷 所以你们只有十二分钟 我会继续给你 五分钟了 可以询问了 天佩燃是你杀的吗 天佩燃是你杀的吗 你认识梁介吗 我从天佩燃的口中 知道有一个汉奸 他叫梁介 你知道梁介吗 那这么说的话 那个梁介现在还活着 知道 你知道陈生吗 你知道陈生吗 知道 十年前 陈生有没有告诉你 他为什么离开哈尔滨到上海来 十年前 陈生有没有告诉你 他为什么离开哈尔滨到上海来 他 陈生有没有告诉你 陈生有没有告诉你 任何人不得进入 你们不得进入 陈生有没有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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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离开哈尔滨到上海来 他为什么离开哈尔滨到上海来 陈生无不得进入 开始 时间到了 药效已经过了 药效已经过了 你 再打荫根 拜拜 房子 林木槿 你用这种手段审讯 为什么不通知我 我也有重要的问题 对不起 我的询问涉及到机密 你不应该在场 而且这样躺进来 你干扰我的工作 我不关心你的机密 这是宪兵段 张欣乔是我抓来的犯人 我也希望你 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我只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他女儿的 喂完了我就走 可以去问 请你快一点 你的女儿陈春雪 现在住在哪 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在张欣乔嘴边 你的女儿陈春雪 现在住在哪 一时模糊中 他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的女儿在里面 在哪里 我超过的 我的女儿在哪 我最正是 我去乱串 我最爱的是 巴嘎 张信乔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他知道 唯有如此 才能切断带给女儿的危险 送到医院强救 快 快 疼眼 到 立刻在医院部下埋伏 这是我们抓住陈春学最后的机会 十年了 已经过去十年了 这个秘密 竟然还没有彻底消失 小雪 有情况 是爸爸 订阅点一点 感情更成人 收会儿 我们再次回到医院部下埋伏